看不懂啊 原创杂牌 聊草盾 你说的好像他不是杂牌队一样 他今天晚上在直播间刷屏 刷了两个小时 原创一个队伍 非得要看 那没办法 二红点长 张辽一个盾兵 再来个态位 这么来了 一旗暴力无人 横戈越马 那你这个是打中后期了吧 戴了藤甲 然后打一个风使 我吹不动了 你给我说一下 你这个逻辑是什么 前两回合有破阵 你满总配合曹操的玩法是什么 只有这个移出 移出争议这个可以 对 但是你那个反击啊 控制啊 完全没发挥出来吧 就一个移出争议嘛 必须得看你的交战列表 我不会看你的收藏列表 对面这个配置很高 不比你这个差 人家瞬间是甘勇 七零三军的 天哪 我觉得可以 就是太脆了 对面这队 两万八 两万五打两万九 打一对满红的虎城 这个就一般般嘛 我看一下 张辽一万七 可以 你这队牛逼的话呢 反正我们目前看的都是打那个菜刀队 对不对 你这个牛逼是因为你带了藤甲 你没有藤甲 你试一下 你这个关键点是打菜刀队 打藤甲 打桃源又打平了 然后那个又是打平了 有没有打一些对玩略我靠顿兵打工兵 藤甲肯定玩略了 来了啊 稍微来一队有点硬度的 稍微来一点那个什么法师 稍微来一点谋略伤害就被弄了 就打不过了 有个讲文 半截八两吧 打一万多 打我脸对吧 对面配置其实还好吧 三千块钱 我觉得还好吧 而且是克制的 对面这个什么 坐手丰满毕露的 但是他们对面这个什么 连个太平都不带啊 这一场 这一场打的那个神兽也赢了 可以啊 你这个我说不懂了 我看不懂了 你这队挺神奇的 你这一队的那个胜率比我想象中高很多 对 刚才那个四合他女朋友吵架了 对 打一个那 反正之类的名字啊 就输了 哎 我 没看懂吧 兄弟们真没看懂 暴力无人一次 这个又打了个两万多 都是杂牌队 没一队提灵 你说的好像他不是杂牌队一样 我这是笑了 对不对 他我们自己也是杂牌队 我笑死了 我笑死了 主要靠抱头 然后藤甲保平 但是我们有一说一啊 我们直接看到交战列表啊 打得非常不错 是吧 我也没有看到收场列表 啊 藤甲呢 我们打打菜打 我们就不看了 刚才都看过 这些我们都看过了呀 不全都看过了吗 这些啊 浩祖说这个什么 潮草盾对吧 啊 咱们杂牌 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他这么牛逼 啊 可以了 我觉得 那下了啊 玩得不错啊 这确实玩得不错 我们下期见了 我们下期见了